不過坦白講 任賢旗自己也感嘆 他說因為一年只回家42天 所以有時候回家 兒子會有疑惑的眼神看著他 問說叔叔你要找誰 像我記得以前 我在補習班教書的時候 尤其是理化音速的老師 那個就是非常非常的忙碌 因為他除了教重考班 他還有自己的家教班 所以有些老師就是 真的禮拜一出門 叫到禮拜天晚上才會回到家 因為就沿途好幾站這樣的工作 我說你這樣你兒子 不然你不會說有啊 我兒子現在都看相片認爸爸 所以果然任賢旗的家裡 他因為擔心說小孩不認識他 所以他到處擺著他的照片跟海報 希望讓孩子能夠記得他 所以當一個很忙的爸爸 要怎麼樣跟一個孩子 維持一個互動 其實他也會心酸 人家每次問他說你女兒多大 他都說多大大概 就用筆的 用筆的對不對 所以因為長時間這樣子的一個 奔波事業 可是有很多女人講說 錢有回來就好的 人 無所謂 這樣才知道 有回來不回來 因為任賢旗也說 他給他的家人 是很好的物質生活 可是他真的時間給的不夠 所以你們當年有沒有在 時間的分配上面 作為一個爸爸 講到這個 那個衛生紙在哪裡 所以我沒有說像任賢旗這樣說 一年之後才回去四十幾天 不過那種長期的這種新聞工作 確實是跟孩子之間 那種隔閡 陌生感 因為我們工作的時候 他睡覺 我講說你現在 事情如果說到去 也不可以就練習了 你現在要講在床上 像這樣生人 像現在兩個兒子的生人 我根本就記不起來 這樣喔 真的記不起來 你很過分耶 回來叫你叫什麼 叔叔 你要少年 我叫阿伯 沒有 我說阿傑 你現在看起來比較老喔 我現在經常是以孫子為了 來檢驗我的標準 他說我經常會打電話說 你想不想爺爺啊 看他怎麼回應 他如果想 我說騙人啊 你想的話 你打開54台 不就看到了嗎 他說那個不好看 我不要看了 我想你啊 那個檢驗確實是 還有這個親子關係在 如果他說不想的時候 為什麼又跟以前我跟孩子 就是那個年代遺憾了 他從不會去想到 爸爸怎麼好幾天不見了呢 從不會去想 好 叔叔會跟你說他想喔 對啊 你如果知道說 叔叔說的是這個 我們是 哈哈哈哈 年紀大 尋求這麼一點 哈哈哈哈 你幹嘛戳破他 這位小孩很聰明 這位小孩很聰明 都會說想 真的 那你以前 你以前是 就是忙到什麼地步 小孩又顧不顧 平均來講 每個禮拜 每一天回去 你平均 差不多是兩點以後三點 那都孩子都是睡覺了 早上他要去上學了 你見不到他的 所以 之前那個見面 以前又沒有像說 禮拜六 禮拜天 像現在很重視這種日子 一定要跟錢加在一起 你家裡有在的啊 對啊 不然家裡我也是照新聞 我們哪有照顧 我們一直哪有什麼照顧 尤其你做主管的人 酒店你那些新聞 哈哈 自己的新聞都在酒店嗎 上青菜那些酒店又無收才行 無收 現在禮拜天又有休息的 那個酒店是全年無收的 所以你都沒看到 很可笑的 在日報啦 日報是這樣啦 因為日報結告 都差不多1點半嘛 如果主管都要看降板 你還要看2點半 那時候還沒有電腦啊 那時候都是走檢的啊 所以你要叫稿 要看 要簽個名才能稿子花 那太太會抱怨嗎 太太啊 無動作無了啦 已經習慣了啦 嗯哼哼哼 已經習慣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好可惜喔 像我們家是 老公再怎麼累 其實現在男人很辛苦 工作壓力也很大 然後工作的事情也很多 回家真的很累 每次看我老公進門的時候 真的是這樣彎腰頭背的進來 還有很多壓力 別人辛苦這樣進來 可是門一打開 小朋友說爸爸辛苦了 趕快吃飯 兩個都女兒 跳到爸爸身上 又揉又抱的時候 他就說 這有跟馬虎一樣的 都不會累嘛 水不會累 馬上包包放下 就跟小孩子玩得很開心 我說你剛才不是很累 現在都不會累 不會 女兒一撒嬌他都不累了 有個教授說 他其實工作也很辛苦 他要寫很多書 可是他老婆用了一招 讓他都沒有辦法 那個不扛起來這樣子 因為每天他出門上班的時候 他就叫三個小孩 站在門口排好 那樣說 謝謝爸爸辛苦 工作賺錢養我們 這個夾得更好 這個夾得更好 我們繼續講 謝謝爸爸 謝謝你 看你國安大哥 等一下 沒有用這一招 對啊 廖老師 好男人的標準 會不會隨著年紀而改變 會隨著年紀 而且因個人的觀感改變 怎麼說 譬如說有的女人是在乎這個 有人譬如說你錢有貼囊就好 你走路不出走你走沒關係 對嗎 有的人是說薪水要拿回來 可是每天要回來要客氣負職或負職 有的人要求很多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因人而異 像有些女人我就覺得說 有的人說一帳之內是夫也 然後水在一起 食杖以外也是一樣 為什麼你覺得我現在很想要注意 因為坦白講 一個女人 就是說你的年紀越大的時候 其實你對一個特定男人的依賴度 跟聯繫度沒有那麼緊的 沒有那麼需要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其實你說 以情欲來講 其實老女人其實越來越自由了 他們其實不會覺得說 我需要這個情欲 然後你說 就是不會想談戀愛 是指那種情欲嗎 對…都有 你談戀愛 或者實質上的東西都一樣 然後小孩子大了 身體也不會蓋 身體也不會蓋 不蓋不蓋 不蓋不蓋 整個身體燙起來 真的 你老實 你這點你愛跟王子 對 沒有 這個是他的事 每天太滾滾了 太滾滾 太滾滾了 青年很久 而且你的你知道嗎 很多年 你沒聽到新住民嫁來台灣 不知道怎麼跟他人家說 他說老公我發燒了 蛤 真的 趕快趕回來 然後一摸 還好 不是那裡燒 那個好棒喔 他這樣說 他很含蓄 他是年輕 母才不代母是燙起來的 這樣說 郭東大哥在想說 他媽都不跟他說我有發燒 60歲 男女也可以看好女人 你知道我們今天也可以 長個好女人 因為以前年輕的時候 男女是肩膀 他在討論說 好太太就是什麼 大家肩膀膀在家裡 對 煮 台語嗎 煮得熱熱的 肩膀膀在家裡 你們在這邊 肩膀膀 我現在才懂 我現在很累喔 所以每天在家裡 煮得熱熱的 難怪要講 難怪要講 我就信自己 就要消音了 這句話要消音 煮熱熱的 消音故事 台灣人說 我每天都有煮 都煮熱熱的 我現在每天都沒煮 抱歉 我每天都有煮 他說的情欲比較自由也是真的 一方面也有一些轉化 對不對 你知道有些女人 有些女人到給自己的50歲生 那種 那種發燒是變成鐵修 也是煮熱的 大檔 三字 煮大檔 這是什麼字的節目 沒關係 知道你了 知道你了 發燒都要煮熱的 是不是這樣 對 叫大檔的 鐵修 這樣就要煮熱 叫電梯 對 電梯不好 叫電梯不敢 叫電梯不敢 最好男人的定義 不是只是責任 不是只是責任 包括情欲 包括很多東西 合得住 我們這邊有個表 來看一下 因為說不同的女人 但是不知道不同的女人 是有不同的想法 可是不同年紀的女人 那個想法不一樣 所以22歲的時候 還希望實時讓我驚喜 帥 迷人有趣 忠實的聽眾 風趣 體力好 穿著時宜 品味好 我告訴你 因為青春無敵 所以22歲可以做這樣的要求 沒錯 我們來看32歲 32歲的時候 什麼忠實的聽眾 聽得比說得多就好了 OK 好不好 幫我提個菜也不錯 一週至少溫存一番 發燒一半 這是狂野浪漫的好情人 有條領帶也算好男人 好歹他還打個領帶 22歲不需要就對了 有的男人一世人沒穿過幾十歲 真的 對啊 22歲要求是衣著合宜 品味高雅 對 要求那麼多 現在有年代就好 對啊 那我們來看42歲 女人42歲 就是等我上了車 再開車可以嗎 這是真的 我每次還沒 腳還沒伸進來車就開了 他在發插 帥了 我說你怎麼都在表演特技 沒有 我跟他講說 還沒 那看我說還沒 然後我說 好了 很危險 尤其我如果 你跟女兒出現的時候 女兒就變成做前座 老婆只好做後座 然後忘掉 然後前座坐完就走了 不是假的 現在我還沒有 好幾次 他就屢視不爽 所以我每次一看就說 等一下 還沒 所以我們只要求 等我們上車了 對 這不是笑話 這真的 你老是你老的煞車 不是你老公的煞車 是你的腳的 這絵 我真的很開心 怎麼這絵